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我們基隆步道的人文工程區 最重要就是要 我本來是打算把那個基隆整個人文歷史先貫穿到步道的部分 可是後來發現說如果這樣講的話那步道可能就講步文 所以後來我就選了大概因時代排序 然後選了大概十條步道 然後十條步道做一個 依照他的年代 依照他的性質等 依照他的種類的那個排序的地方 來做基隆整個人文歷史的那個內涵的那個解讀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好那陸是人走出來的 所以 人們為了求勝存 所以就會走出很多很多的道路 然後政權為了資源的掌握跟管理的荒地 他也可以走出很多很多的路 譬如說像這一條 這個是五屆的一條路道 而在三十幾年前我曾經從那個埔里 跟兩個天主教的教友 然後搭那個 到一個地方集合 然後在那個地方有很多霧農族的援助員 然後他們就都準備了很多東西 後來就來了一輛卡車 然後裝了很多很多他們的日用品等等的 然後後來他們又把卡車開到一個霧農家 上面又載了兩隻豬 然後 途中 開往過坑的途中 中間又上來幾個那個 兩三個士兵 然後不小心踩到豬 那個豬就是支教 然後後來到過坑之後 就開始 各個人 把他們的東西都搬過去 然後我當時 就跟兩個教友 從過坑走到五屆 過坑走到五屆的過程當中 那個 那個路道非常的優美 小溪這樣流過來 非常的秀 那種感覺 可以說是終身難忘 然後在五屆 就住了一個助人陰環 然後跟他們參加運動會 然後第二天又繼續往取兵 然後再回來 所以這一條路道是非常令人難忘的關係 然後繼續有了一次不到 這是人民走的路 然後在那個走的過程當中 就發現說 有很多原住民 當時就騎著那個三洋野 然後就 攜帶他們的戶別 所以這條路 已經不只是人走的 而且也是那個 積車走的路 所以 這個路可以隨著時代 而改變使用的方式 然後這一條是那個 這個南橫的那個 原本是觀山越頂道景勝的 一部分 叫做中資冠步道 中資冠步道 中間有一個日景住在所 一般的日景住在所 大概就是六七個人 頂多是三四個人 然後這個住在所 有三四個人 他們的目的 當然就是監控對面的 玉碎社的一個 布農族在 拉荷巴巴 他從一九一五年一直 抗布到一九三三年 所以 所以這一條路道是為了 等一下 這一條路道就是政權為了 控制人民所開的一條路道 然後這條路道現在變成了 非常 優美的 人們可以 行走的路道 然後再來 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是什麼地方 就是 雕山舞道 好 對 他往南就雕山舞道 往右的話就是可以到 小青瓜漏頭 到大樹跟沸村到胡洞 然後往東 往後面的話就參觀鳥山 然後往後面的話可以到樹梅坪 樹梅坪曾經發現 含金的 含金的 含金的海膽 然後再往東 再往 再往南的話就可以到那個 就可以到那個 半坪山 胡爾曹五山 然後再過來 有一條 石街道可以到青瓜石 然後再過來有一條路 可以到那個 有一個 含金客最早的地方 烏土坑 那個地方曾經 挖掘到那個 青草文的片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 含金客 古道的匯聚點 所以說 大自然創造出人與政權 共同爭主的 采金古道 這條 是一個很多 采金古道的匯聚點 這條 是太平山的 建前拐舊古道 很漂亮 所以從 步道中我們可以去 像我的話 從關係旅遊 從同道的共學 然後最後到自我的觀察探索 就可以 使我們深化 對土地的感情 對土地的感情 和覺知 所以這個是走步道 走步道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想辦法 使我們自我成長 然後自我成長的方法 當然就是配合我們的眼光 然後增加我們的樹 好 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 讓大家了解 基隆的步道裡面的 屬於人文歷史的這個部分 好 這個是基隆的步道 有沒有人可以認出 這條是什麼步道 沒有人發現 提示一下 拜路山 中山峽谷 中山峽谷 你知道嗎 好 所以 走步道 要有發現的樂趣 我認為說 走步道 你可以用四 你可以用四個角度去看它 第一個話 每個人都會 就是 對警官的感受 第二個話 就是 地理學習認識的職任 第三個話 就是 自然生態的 越南 然後 第四個話 就是 人文故事的想像 好 這個是 中式觀步道的 絕入 然後 這個是我們基隆 槓子搖山的 竹葉草小記 以前我們在學職務的時候 彈子越多 出越少 經常會分不清楚 所以 有人就發明了一句口訣 叫做 有彈無除 有 呃 就是那個 呃 呃 就是 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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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這個是 沒有那個 夜賣的 就是沒有夜賣的 這個是 竹葉草 然後 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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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做蛋竹葉 所以這個是 很漂亮的 那個 竹葉草 好 第一個 就是 警官越南 這個大家都知道 是我們群人湖 然後 每個人對警官的 感觸的話 每個人都很擅長 要把自己擺到哪個位置去拍照 才能夠顯得出警官最漂亮的地方 可是 有些時候 警官裡面也有暗藏一些東西 比如說 我們可以看到 最遠的是 利爾皇冠 然後再過來是 利心友人 朝裡面 然後再近一點的話 就是 海港大 海港道的它其實也是一艘陸船 它是 很傳統 開往北邊的一艘陸船 這是日本時代 日本人 日本人 建的 一棟建築 名字良一 建築石 建的一棟建築 它整棟建築裡面 充滿一串的 一串的 一串的印象 中央薇跟我 有共同寫了一本 那個 探索 來講到 裡面 有非常多一串的印象 然後 在 在圍觀園的話 這個是 萬鈺山大鼻的 秀蘭文 就是 水流出來之後 把岩石上面的 鐵美石慢慢帶出來 然後經過 跟空氣兩化之後 就變成那一種 紅 黑色的 建築 非常漂亮的秀蘭文 我們基隆大鼻的秀蘭文 大概是 全台灣最重要的 所以這是圍觀的景觀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 地理 地理發現 職任 地理學習跟職任 所以是從 九頓 看我們 整個基隆海岸 最近的 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就是 最近的這部分 就是 深奧 環奧 橡皮爺 然後再來就是 八斗子 環保護理公園 跟那個 曹慶公園 如果要再細分的話 就可以長達 七樓 三八九三 然後再過去的話 就是 那個 和平島的那個 一條龍 它的山是一條龍 有龍頭 龍尾 然後再過去的話 基隆港 然後再過去 鐵柳家 這個是 然後 我們如果進一半 我們如果在基隆港 看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什麼 其實火號山 還有 西二三號 上路倉庫 然後還有 一過去的話 就是 那個水泥原艙 C12B的水泥原艙 可是各位 有沒有想一想 為什麼從 C二三號碼頭 C四號碼頭 一跳 可以跳到 C十二號碼頭呢 好 我們再近一點看 就會看到 原來這個是 牛仇 木雕槓的出口 從四號碼頭可以 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一一十二比 一十二比 一十二比 十二比 原仗 這是 我們如果再細看的話 如果我們對整個定義的 職刃 一樣更細的話 你就可以有更細的方法 再來的話就是自然生態的閱讀 我們基隆有很多 有大概七八種是 用我們基隆 命名的基隆 譬如說像這個 基隆者 以前很常見 可是因為現在 因為粗草 所以大量的 我們的那個 步道旁邊幾乎都被 大花旋風掃 輕戰 所以這個 以前經常可以看到的 基隆者就慢慢 退到懸崖旁邊 然後這個是 川普完 也這個是 一九 一九 一九九八年 有那個 八六十的成光亮 醫師 發現了 可是 它那麼晚進來 可是卻被操作成為 基隆四頂 這個當然是 希望鳥黑 有醫師的操作 這個我們就不講 然後我們基隆 像往天空一看 還有很多的那個 還有很多很多的猛禽 譬如說 我們的老鷹 我們老鷹要辨識的話 就很簡單 它的翠鷹 後面有白板 然後 然後它的那個 它的尾巴 就跟魚鷹一樣 然後大罐就 後面 它的 腋下 有一條很粗的白板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右邊這個是鳳鷹上面 鳳鷹上面 鳳鷹上面它是不進行的 它可以抓老鼠抓 甚至最大可以抓台灣的鷹 然後再來的話 這兩個就比較有趣 一個是魚鷹 一個是 油嘴 它們兩個都有一個 共同的特徵 就是 魚鷹有過眼線 黑色的過眼線 然後油嘴 就好像帶著眼罩的那個 殺手一樣 然後為什麼要 一個有黑色的過眼線 可以 要帶著黑色的眼罩 因為它們都是 劣勢性的殺手 它們在捕食的時候 怕受到陽光的影響 所以那個黑色的眼罩 或是過眼線 有助於降低陽光 對它們的影響 然後魚鷹的話 因為它有抓 沖下來 它怕魚會看到上面的音 所以它演化就變成 肚子是白色的 不過魚鷹 沖下來速度比較慢 大概七十公里 油嘴的話 大概可以到三百一 三百二十公里 浮沖 浮沖的速度是 全世界第一 當然 水瓶背景 世界第一的 就是 雨夜 好 第四 就是人文歷史故事的想像 人文歷史故事的想像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右 右邊這個 大家有沒有印象 如果有去和平島公園的話 和平島公園 有一個很像 冠音的石像 然後 因為在地人有一句話 白色有 萬海產 因為很危險 所以它們就把 一個很像 冠音的石像 穿上衣服 變成石冠音 然後左邊的話 就是那個 在我們的 吉樂寺 新俄路 吉樂寺前面的 第三番的 那個 石冠音 西伯三十三所 冠音演場的 石冠音 西伯三十三所 石冠音 冠音演場的 它算是一種 朝聖 朝聖之旅 在1926年的時候 首度引進台灣 是在 新北市的那個 巴黎的 雷雲蠶食 跟西雲蠶食 然後我們吉樂的話 就是 1928、29年的時候 就進了 三三所 然後分布在我們的 各個寺廟裡面 然後走一圈 大概 52公里 然後當時就是 有 日本人 日本來了一群人 有男有女 就穿著白色的衣服 帶白色的斗笠 然後 呃 有白色的那個金剛杖 然後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就距離在一起 然後用鮮花樹果祭拜 然後 吟唱 然後 一個一個地點 去這樣子 走一圈 走三十三所 觀音音演場 這個叫做 巡迷 也叫做 朝聖 這個 在我們記錄的 很多斯曼道理 前面 或是 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有沒有人知道在哪裡 應該大家都知道 紅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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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練見面 然後這個是 從哪裡來的 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是那個 呃 仁一路 不知道幾項 六七項 幾項 它 原本在日本 實在有個遊郎 遊郎後面 有一所神社 道德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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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人民 生活的神社 然後 他神社前面 就有 就有這種 狐狸 然後 因為 日本有狐狸 狐狸的信 所以 當時又流傳了一句話 叫做 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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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靈驗 因為當時在那邊有 有意境 然後有風月場所的那邊 然後在戰鬥的話 就 道德神社被拆掉 然後 這一對 狐狸 就被移到紅代山 然後這個是在那個 大清農場 大清農場 往那個 往 大清農場 往那個 東四大輪 中間的路上 有那個 兩座那個 柴狸 就是 以前在浸泡大清農 這是真實的 用石頭 用石灰 用紅棚 所弄出來的那個 所以說 我們在走路道的中間 都會有很多 隱藏性的東西 你如果有眼光的話 你可以去 慢慢的去察覺 它是什麼東西 可是 你們沒有眼光嗎 走過就走過來 所以就有點可惜 這個是 都是 這個 大清 清雀 清雀 這個大清的輸出 以前在斜工同時年間 在台灣市的輸出量 是非常大的 大概 我們是第三位 所以 我們基隆的步道 到處都是故事 最近有一個廣告 就是說 捷克的布拉格 整座的城市都是故事 其實我們基隆也是 整座的城市都是故事 然後我們步道 也是到處都是中南的故事 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 我大致上區分的脈絡就是 第一個就是原住民平安倫人 第二個是西二時期 然後再來就是清朝 然後再來就是十南的日子時期 然後再來就是國民政的時期 大致上由這一些 這些時期產生的步道 大致上就是這一些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當然就比較快一點 可以稍微快一點走過去 像那個卡拉格蘭道 其實現在還保存了一條狩獵道 耕種道等等的貿易道 然後西二時期有官民道 傳教道等等等等的這一道 這一股是1654年荷蘭人化的古地圖 這一塊是龍明桶很大 然後這個大沙灣 這個是正邊 然後最窄的地方就是那個巴茨 就是巴茨的地方 然後淡水在那個地方 然後基督港 照理講應該基督港很大 然後為什麼會變得那麼小 因為基督港當時整個是私地 並沒有人群群 所以就變得非常非常小 所以當時路道的系統 跟我們現在的想法 可能會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現存的路道 其實最主要是基隆 最主要是清朝 清朝步道 清朝步道的話就是那個 漢人移民道 有漢州有泉州的移民道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村莫連落道 殷勤道 等等的 還有貿易道 蟹鬥道 採煤道 灌道 灌道 還有外國人探險道 還有炮臺道 還有戰爭工房道 所以說其實就是 清朝所流存下的 古道其實是最多的 然後我們的步道還有一個特徵 就是它有複合性 這個版本我們等一下再講 這個是清朝潔濃漁土 當時因為北部的發展還剛開始 所以當時的土是 從海上去認識你的 什麼的問題 所以海的部分就 特別特別的凸顯 我們的核領導 就畫得很大 老師 然後 老師 老師 你那個上面是不是有那個 紅點 對 可以用紅點磁磨嗎 因為有時候 我們那個 他不懂 謝謝老師 你紅點聽得懂嗎 紅點 可以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 清朝後期的 清朝後期的 後期的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 有那個 有那個 劉明川的 鐵道 已經出來了 然後 街道已經出來了 可是基本上 在那個清朝後期 還是農業的聖位 還是大部分都是 農地 街道 其實還是 還是不多 還是少數 這個 然後 有後宮 後母島 等一下 停止中間 下面是那個 後母島 上面的 後母島 後母島就是現在我們的 威哈儀區 威哈儀區 對 威哈儀區 它有打下去 新的建築物 其實就是那個 後 那就是那個 後母島的那個 炎盤 打下去的建築物 然後 然後 這次時期的 武道的話 就是有比較 多的 變化 像呢 藥塞 堡壘道 這個是特別多 還有像 自在擠道 血管道 血褲道 等等的 還有測量道 登山道 賞頸道 等等 還有 石關群靈道 等等 戰備道 到了1943年之後 就有戰備道 然後 有一個很大不一樣 就是 主港 以後 整個 我們基隆港 整個拉平 然後 就變成棋盤式的建築 棋盤式的建築 中間有一個 很關鍵的地點就是 這個是小基隆 所以當時有一句話叫做 小基隆大麥 大基隆小麥 小基隆因為是 鐵組起來的地方 所以它可以全部由 日本人 組成 然後因為日本人 掌控整個 商業的資源 所以 他整個 批發的 生意都是 完全 由他做的 然後 然後 漢人的街市 就是大基隆 就是小麥 所以整個拉子之後就是 我們今天的 今天的樣貌 這個是 基隆斯大觀 大事上的就是 現在大概而已 等一下我們會 聊一聊 我們照講 會比較清楚 再來 國民政府時期的話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防禦道 防禦道 還有早起飛到 其實早起飛到 其實早起飛到 其實是 破壞了很多的 古蹟跟文化資產 尤其是計畫戰爭的遺產 在那個 在那個 紅旦山的 其實都會 早起會 其實蠻可惜的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 那個 像那個 油漆道燈 在那裡 還有電塔式都沒有大 這個也是 傷害 有一點大 最主要是我們早起 並沒有 整個文化資產的意思 跟自然生態保護的意思 好 這個是 這張圖是 1945年 美軍畫的地圖 非常的精準 畫到那個 大雙 大雙畫來 流存的那個幾塊 都還畫出來 這是整體的基隆圖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 正式進入 我們 以十條 基隆的步道 來介紹 我們基隆歷史的 開始 第一條的話就是 等一下 這個是 第一條到第五條 第一條的話就是 凱拉克蘭人的 耕種道 跟那個 狩獵道 然後第二條 第二條是 那個 漳州人的移民道 第三條是 泉州人的移民道 然後 第四條的話 很重要 是 施求人的祖道 這個是漳州人的 補給要道 然後第五條 淡蘭古道的話就是 暖暖成為一個 那個 漢人與王 宜蘭的中介戰 它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點 然後再來的話 第六條的話就是 那個 呃 航定的那個 張群界的 然後 第七條是 外國人 其實外國人的那個 外國人的那個 外國人的探險道 其實蠻多的 可是優界複合的 我們可能會 會在一起 所以 這裡就以一個 外國人的 八斗 官媒的探險道 為 一個 那個基礎 然後 第八個的話 就是 清化戰爭 因為清化戰爭的 步道太多了 所以 我這邊只能夠 全力一條 這個 呃 可能 明年我們就可以 有一個 清化戰爭步道的 一個系列 然後 第十 第九條 就是 日本人的 藥塞堡壘道 日本人的 呃 一道 一道基礎之後 的話就把 在1906年 日熱戰爭之前 就把所有的 藥塞堡壘的防衛 全部建成 然後 然後 海岸部就 推到海岸第一線 他 想法跟清朝 不太一樣 清朝是在 港裡面 建砲台 在塞墨建砲台 日本人不一樣 日本人是把 所有環都 推到第一線 然後這個 詳細的我們等一下 還會講 然後 第十條的話就是 那個水管道 暖暖的那個水管道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講 第一條 第一條的話就是 呃 其實現在其實已經 當然整個風貌已經改變了 可是我們可以 呃 還是可以 走一條 大概 仿真的 那個 凱拉格蘭人 跟重壽列島 好 請問 請問說 至少 四 會 是 我們可以一邊仿真的走這條路上 一邊瞭解說,當時凱大哥人 他們其實就是說 他們當時遇到西班牙人的戰船 大船進來的時候 他們就跳到水裡面 從舌頭跳到水裡面 然後游到對岸 然後就走這條路上 到槓子的 槓子的砲台的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仿真的走這條路上的槓桿 路程大概是 會比到舌頭的滑池 然後到圓圖會砲台 那意思到人剛路到 意思到槓子砲台 我們就試著走走看這個 這個 所謂的舌頭是在那個最佳的地方 然後舌尾是在後面 舌頭舌尾 舌頭舌尾 這邊這邊是正壁 大概了解一下 然後那個這個是 月光沙灘 這是月光沙灘 然後那邊是聖沙爾普通城 現在是在中船的裡面 好那我們就可以從舌頭這邊 從舌頭土地公廟 看這個就是和平橋 這個是那個 財色路 奇怪怎麼掃來的 對這個是舌頭 然後我們可以從舌頭走到那個 就是舌頭土地公廟 舌頭土地公廟 舌頭土地公廟 有一個黑桃座的那個 黑桃座的那個 黑桃座的香菇 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們可以走那個 和平橋 然後彩色路 彩色路再轉上 轉上原住民會館路 這是阿根納遊艇 然後再來就是 連著原住民會館這條路 他們以前一定是走山上 因為以前並沒有隧道 我們現在就可以走這條路 一直走 然後走往隧道 通過隧道之後 就到達海大 海大以前是 凱拉哥那邊的環南場 以前他們種植的地方 環南場 環南場 然後海大一上去有兩條路 兩條路的生態其實不太一樣 這一條是靠海的部分 靠海的部分 靠海的部分 其實還有一些海濱屋的遺跡 譬如說像那個 蒜花捧析雲等等 然後另外一條的話就是 陸路的那個 就是有一條溪流這樣流向 然後步道就在溪流兩邊 這樣子 一路往上 等一下 然後 然後這個步道裡面 有一個特色就是螢火蟲 螢火蟲 這是黑赤螢 黑赤螢 很多人都認為 這個是隨身螢火的東西 不對 它是附身的螢火蟲 它的有蟲 就生長在落葉或是青苔上 然後每年四五月的時候 它就會發生 然後看螢火蟲 它就可以分辨它的公跟五 公的有兩個燈 五的只有一個燈 然後公的要追求 這個步道就往上 等一下 步道就往上的話 就可以直接上到那個 槓草砲台 槓草砲台 來 這裡 剛開始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 監守衛射 還有 馬舅 還有 上面有的哨首 監守衛射的話 就是說 出入的人員 全部都要進入監守衛射 這個是火工作業區 因為以前的砲台的話 你要做炮彈的話 你不是一顆一顆炮彈做 運到那邊去 你是要把原料 運到那邊去 然後再 再經過裝填 再經過那個 敲打人等等的 而且 這就是火工作業區 就是把 從原料 做成一個炮彈 然後放在後面那個 火藥之固 然後這個就是 油彈炮的炮座 這裡有六個 油彈炮 他們當時 所用的 油彈 是 28 比28 多分的 油彈炮 然後 整個 基隆 各位 不曉得有沒有 真的 這一方面 是什麼 還是稍微 稍微講一下 我們基隆港口 我們基隆港口 左右 一個就是 射寮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射寮炮台 一個就是 白天炮台 它是 直射炮 港口兩邊 最重要就是 它是 直射炮 它是可以射的最遠 然後再兩邊 它就是 槓塘炮台 跟 槓塘炮壘 跟木山炮壘 它是 曲射炮 直射炮 跟曲射炮 有什麼不一樣 也就是 當過敵艦 穿越 滑 如果慢慢進來 穿越 呃 平射炮的 涉及了 火網的話 到第二線 即便 你看不到 曲射炮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 槓塞炮台 跟那個 木山炮 都是 曲射炮 所以是 直射炮 曲射炮 然後再來是 直射 而且 平射炮 平射炮 曲射炮 平射炮 跟辮子 所以 槓塘炮 就是 藉由兩個 平射炮 中間的 曲射炮 這是它的 觀測手 它有兩個觀測手 第一觀測手 跟第二觀測手 然後 旁邊還有一個 探照認識 探照認識 就可以探照 到最前面 然後 槓塘炮 還有一個 特殊的植物 叫做 念紅 露子白 這在槓塞裡 有 在道文 也有 這是我們非常 特殊的 可是 在可以看得見的地方 曲目都會採光 所以 只能在懸崖 峭壁 還有 這個是 念紅露子白 非常漂亮 然後那個 在大概十年前 黃氏 2003還已經是年少 有一次的話 它中間有一個 鷹哥石 我聽不懂 叫老鷹石 就 因為一個小時之內 下了94毫米的雨量 所以就整個都跟台下 那 本來這個定標是 八樓是漁民 重要的一個 那個 判別地形的一個指標 可是那一年的話 就整個小時 非常可惜 八樓是漁港 在還沒有健康之前的話 這裡的漁洛非常豐富 然後漁民就是 你剛才那個老鷹石 你作為它 判斷位置的指標 然後 在去年 去年三月 也是一場毫米 槓子寮炮台 沒有 槓子寮山的南邊 整個就半途 整個就崩潰下去了 這裡 本來有一間 支援回收場 整個就崩掉了 然後崩掉之後 就是 現在就 重建成了這個樣子 所以說 雞龍的 那個 懸崖教育很多 然後 吐石非常 缺乏 所以 砍術是 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基本上 剛剛講的這一條 基本上就是 那個 凱達不蘭人的 耕種 狩獵 其實目前 還可以 還可以 仿真走的一條路 然後中間也有很多特色 我剛剛就把 中間的一些特色 跟各位介紹一下 好 然後第二條 我們就要講 那個 張州人的移民道 張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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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723年 已經 公正元年 他們 從那個 八里分 從八里分 越過淡水 到淡水 然後就沿著北海岸 這樣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就走到基隆來 所以說 我們如果在 如今要放他們的移民路線的話 我建議有兩個點可以開始 第一個就是那個 馬 Like 馬 可以從馬 往新的搬梨大橋開始走 然後 如果各位 覺得太遠的話 也可以從 到 有 移民的過程 我想像在移民獲得當中 一定是看到好的地方 可能就有一些人就 那就是在那地區下來 然後再走一走 看到可能後面有家具一下 就有一些人就留下來 然後慢慢慢慢的 整個集團就 進到那個花花山五條港 然後最後就進到我們基隆市區 成功基隆市區最早的開展址 好那我們就開始走了 我們從那個萬里大橋那個 然後那邊有那個木板道 這樣子移路的走向 有沒有人走過 應該有人走過吧 然後走下來的時候 會經過一個大五人澳 這個大五人澳 本來是有 本來是有很多沙的 因為足人大雲到我的漁港 所以圖堤效能 沙就進不來了 然後各位如果去 去萬里大橋那邊看的話 就會發現說 其實那個馬樹西的那個沙 整個跑不出來 所以本來那邊的沙應該要漂到這邊 可是現在都已經漂不出來 所以他們要顧那個怪手 去那個馬樹西的河河挖沙 不然那個水能出不去 可是我們這邊確實缺沙 大概二十一二年前 因為這邊缺沙 所以我們花了兩百萬 跟中國馬尾 福州馬尾那個地方買沙 來填這邊的沙 所以這個是一個那個土地效能 所造成的一個缺沙 這是大人澳 大人澳 大人澳的旁邊 以前就是那個老鷹的故鄉 以前有一群老人在這邊居住 我們就慢慢走 就走到那個 外木山的這個大道 可以沿著外木山大道 中間就可以看到 剛剛那個很漂亮的秀染紋 就在這個上面 大皮 大皮的秀染紋 然後 再慢慢往前走 就會發現有一條步道 叫做海溪步道 海溪步道往前走 這個王左畫會有一個地方 叫做 就是 萬山藏家的墳墓 這個墳墓 其實也蠻有名的 它有一個故事 就是隱藏老花的故事 在那個清朝道光 在清 在清朝道光二十年的時候 殷建宮塔基 可是那個時候的話 就是 有一個唐山來的風水師 就跟外木山的張家講說 你要不要 我幫你們看風水 我幫你們看的風水 是隱藏毛髮的風水 今年是隱年 我幫你們看風水 一旦風水學好 埋下去的話 明年 毛年 一定放 可是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要把你的財產 你獲得的財產 分我一半 然後這個張家人 就對那個風水師說 好啊 我如果真的發財法 我就跟你一半 結果第二年 真的有一艘 英國的商船 在光二十年的海岸 就是 擱淺 船難 然後張家就是 上去搶 搶奪那個商船的財法 然後後來那風水師就是 聽說 傳聞說 喔 張家有隱藏毛髮 有發財 然後就過來說 要跟他們 要那個 一半財產 然後張家人就爽爛 就說 沒有啊 我沒有獲得財產 然後這個風水師就很生氣 就摸摸摸 摸到這個 張家的那個 墓地的地方 當時不是這麼大墓 當時就是 就是一個墓碑 然後在墓碑那邊 踩山下 踩山下之後 那墓碑就怎麼歪掉 然後後來 無論張家人 都給他扶正 都扶了這個 這個是魏魯山 演藏老闆的故事 這個是中間 然後 然後魏魯山的海岸 因為是 巡海峭里陡坡 以前有很多金華石川 以前我們不記得的話 春天的話就是百年 然後秋天的話就是金華石川 然後金華石川 也有一個消失的故事 就是 在美國四十八年的時候 在淡水那邊 有日本人去跟淡水那邊的人 去諮詢說 你們這邊有沒有 白色或是黃色的花可以用 因為日本每到八月的時候 都是找 都是他們的那個 造人的那個捷運 需要白色或黃色的花 然後後來那個 淡水那邊的人 就是 去找了那個金華石川給他們看 就說 這個可不可以 然後他們後來 帶回去 之後畫 因為我就很習慣 然後後來 淡水那邊的 本來做劍燃的那個花商 就從淡水那邊 往北岸 往北岸這邊 一直買一直買 就跟農民收購 因為這個金華石川 他是 他有那個求金 就跟他們收購求金 然後就賣到那裡去 然後從 從北岸岸東北角 一直買到宜蘭 一直買到花蓮 台東 所以 我們美麗漂亮的金華石川 就在秋天 從海岸線消失 這是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因為我的朋友是 是台大園藝系的 他的措施 你剛好寫金華石川 這個是 他直接帶我去那個 帶我去那個淡水 去帶我那個 最初那個 這種金華石川 金華石川的 金華石川 好 這一波來就是 紅白岸山 本來是靠農業的 因為他是 郊野海岸 他不能捕魚 因為以前是小船 小船已落 如果遇到膠炎的話 風浪一來 我們就破掉 所以他們是沒有條件 所以在 所以在 現在的邪惡社區 他們當時的話 是嗎 他們在清朝後期 就看到巴豆子 北冰島那邊的漁民 賺錢賺錢賺錢 他們就非常的忌妒 然後到了 日本時代 開始光明光之的話 他們就是 分別去當礦工 然後去偷賺個炸藥 那個炸藥叫寶祭 拖回來之後 就是 在 現在邪惡 邪惡 邪惡島那邊 炸了三條溝 炸了三條溝 然後可以停船 可是那三條溝 後來建邪惡島 結果整個都沒有了 可是這裡是 加區歐爾 加區歐爾 就是 留家九兄弟 還保留了 最後一個 用炸藥炸出來的 那個海溝 停船海溝 所以當時 關木山流傳的 一句話 叫做 砰砰 重點砰 也就是 你要是會暈船 沒有辦法上船的話 你就只要去做那個 薪水很少的 台灣電話 衛生的工作 這個是 關木山的 有趣的傳說 然後 我們就 這個就 藏州人的路線 就繼續走 一直走 走到那個 白雲 跑來 不然走的話 就往右走 然後最後 就走到那個 牛首港 跟 牛肉堂 跟花山那邊 這就是他們做的 所以這條路線就是 藏州人的移民路線 其實現在來走的話 其實還是非常舒服 他們是從 他們是從 巴黎分 到淡水 然後也在北海岸 這樣子 一路走過來 對 所以 所以我現在要仿真的走的話 到的上 我的建議就是 可以從 萬里大橋那邊走 或者是 到文王那邊走 也都可以 都很容易走 然後第三條話就是 泉州人的移民道 泉州人的移民道 到現在的 因為整個道路 又開 道路跟區域的開發 平面 平面幾乎都已經被開發殆盡 所以 已經沒有辦法 去追溯到原來的道路 可是 我們是可以 追溯到 仿真的道路 也就是 當時的那個 泉州人的移民 從那個 松山 南港 這樣一路上來的時候 其實是走 基隆德的南岸 然後為什麼要走 基隆德的南岸 因為基隆德的南岸 腹地比較大 像 潤震華以後 做了一個研究 他的想法也是一樣 其實 漢人的移民 是從基隆德的南岸 因為北岸有留住 這個 漢人的 漢人移民路線 就是從松山南港 南港那邊 南港 往西子的方向 交接那個 那個地方 就開始了 小的南港山 就是 橫刻在 南港山港那邊 然後 這邊其實 一路上來 經過的話 其實是 呃 除了 往東的方向 也有 往南的方向 往南的方向 就曾經 有一次 有一次的 那個 扣墾之旅 在西子那個地方 有一個集團 他們就是 往南要扣墾到 別心那個地方 結果 跟泰雅族的 發生 血戰 就在那個 洛白卡戰 發生激烈的血戰 那個整個 整個洛白卡 整條血 都是紅色的 因為這邊原本是 泰雅族的地盤 可是 泰雅族 再修炭也沒有用 因為漢的人數多 所以就一步一步的 把整個地方都吃下來 所以我們就來看 我們基隆的那個 全州人的移民到 到底是哪 這個是那個 南港山 從南港山南館 各位如果有去 南港山南館 可以 往東北看 可以看到 橫刻山 小南港山 這個就是印度 所謂的賭 這個 我們有稍微做過一些 就是說 日本人 日本人 安倍民意的看法 一個情勢的人 也做過 他說 賭是那個 防 防範的那個 可是 因為那個 蘇蕾牌發生 所以我就跳過去 這是印度 然後 再往二賭 二賭就是 還他聊 還他聊 現在已經變成公路了 現在已經變成公路了 然後為什麼再慢慢往前走 在那個 我們在西德國的站 北邊那個地方 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地方 有花鐵樹 就是那個 劉民船當時 做鐵 鐵夾的 橋柱的橋 石頭座的 然後到 一直 我們其實可以 可以從 細紙沿著那個 紀錄座旁邊的步道 一直走 然後會經過那個 日本人建的 五土隧道 非常漂亮的 五土隧道 然後 五土隧道的上面 就是五土南山 五土南山 下面都是什麼工業區 或會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 六土山 六土山 是非常重力的 非常重力的一座山 這個中間 會 中間那個路會斷掉 因為被那個 馬林天溪阻斷 所以這個中間遠端 你必須要走那麼大路過來 然後到六土山 六土山的話 再繼續 六土山 它有一個非常錯誤的地方 他說什麼 荷蘭人 怎樣怎樣 這個是 這是完全錯誤的 險峻 這是完全錯誤的 然後六土山 再慢慢往前走 往右邊 在那個 巴西侯西 右邊是巴西侯西 然後後面那個 是莫隆山 莫隆山 就是七土山 七土山 然後繞過來 然後慢慢慢慢的 就可以到達大華僑 大華僑 大華僑 就是 在那個 19 1991 1990年左右 採殺 89到90年的時候 採殺金的現場 因為當時在 劉秘山在做 從台北到基隆的火車道的時候 曾經替勿了很多越籍的足路工人 然後越籍的足路工人 去到美國 美國的話 他們從 南 他們 從東西 從東西岸 東邊 鐵路大門 西邊大門叫 康廷等 東邊大門的黃金 然後兩邊就約定說 誰先駐到中間 這條鐵路的整個權力 就背誰 所以當時康廷等很聰明 就請了很多中國 滑工 然後滑工很勤勞 很多工作 很多人去到 美國工作 滑工 因為當時整個西路 都還有採金 採金 所以他們都知道說 那個黃金 是 是等來的 所以 所以當這一批人到了 呃 坐台北到基隆的鐵道的時候 他們在做 在做 在做 在做八毒鐵條的時候 有一個工人 有一天吃完便當 下去河裡面 洗便當 然後就發現說 河裡面有沙金 然後他就 莫不作聲 第二天 馬上辭職 然後馬上就跟他借錢 然後 然後晚上就偷偷自己來採沙金 然後聽說 賺了 聽說賺了多少錢 然後可是有一次賭博 說賭書 然後不小心 洩漏 洩漏天機 然後就引起很多人的穿越 然後後來就整個引起 借完沙金 然後借完沙金 之後 整個借完這邊 大概聚集了兩三千人 會在這邊採沙金 採沙金的話 然後有一對兄弟 聯繫兄弟的話 就認為說 這裡有沙金 一定是從上面 從下 所以他們就從 從八毒 然後一直到 四小庭 如瑞芳 然後一直到 喉洞 然後喉洞 經過那個 大叔跟西安之後 他們就發現說 我們沒有採沙金 然後他們就往上走 然後後來就發現 小菁瓜 都變得了這個房間 這個就是那個 整個 黃金發現的那個歷史 然後整個到了 過了大小之後 就是 八毒 八毒山 以前八毒山的名稱 應該是這個 整個都叫八毒山 可是現在已經被區分了 就是 前面 後面那邊 那個叫八毒山 這個前面叫 復健山 後面叫三底山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整個全奏人 移民到 從 從 一毒 二毒 三毒 四毒有沒有我們確定 可是五毒並有 五毒 六毒七毒八毒 一分別給你 這 המע火 各位給你看一下 這邊一毒就是 小南無散 然後 2 2 2 然後3 5 4 6 5 5 6 6 6 7 8 8 3 3 3 三、五 這個都是三 所謂的獨就是 比較矮的 比較寬的 三 的零 因為一般我們講三 是突出 這是零 可是一般三跟零 大部分都是會有 大部分都是拉得比較長的 一座三 所以這條路線 各位如果要走的話 可以從細子開始走 因為從一度到二度那邊有斷掉 所以 各位可以從細子那邊 可以開始走 可是走到五度 要過六度的時候 中間有斷掉 所以要走中間的大路 之後就可以一路走八度 這條路線是非常棒的 春秋季的 健行路線 一堵二堵三堵 現在是什麼 一堵就是小南港山 橫刻山 小南港山 你如果站在那個 南港山外 往北邊 東北邊看 那葉山 五就是一堵 然後三堵 景峰山那個 比較小 那我們繼續喔 第四條 師兄你知道嗎 這條路線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複雜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那個 張宙人 不可能到基隆港 本來基隆 整個港口是私利 私利 所謂的私利 就是沒有人願意居住的地方 他們看法店是稍微 高出來的一點地方 稍微乾一點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從看法店裡面 開始的發展性 然後開始用 土石去填足 等等 然後慢慢填足去戒指 所以 所以 然後當時他們的日六零 從來 主要就是靠這個 490 股道 然後490 股道 是要從海裡走 最主要就是那個 歐盧等待會跟 從那個 我們的市區 一直 他以前的股道 就在高速光路 直接被高速光路 引過去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走高速路 只能夠走高速路的旁邊 旁邊一直上到平安宮 然後以前的灌道 這個各位一定不會很了解 灌道 所謂的灌道是什麼 坐灌的人走得到 然後以前坐灌的人 是從哪裡走到哪裡 這個大道上面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圓形的地方是基隆通監署 基隆通監署 就是現在的基隆市政府跟憲兵隊 這個圓形的地方 就是以前的基隆通監署 所以說以前如果做灌的話 他們提議就是從淡水裡面坐 然後岔到基隆裡面 岔到基隆裡面 岔到基隆裡面之後 從基隆岔到大尾的西 一直到裡面的鋼鋼鋼 從鋼鋼鋼那邊 坐轎子翻三月裡過來 然後他們回去的話 回去的話也是一樣 從通派所 給我們的大事上用指標 從這個通派所 然後這樣過來 過來的話 這一條橋 這一條橋 就是現在的那個 立倫皇冠前原那一條橋 以前叫做二重橋 現在叫做義重橋 義重橋 義重橋 然後從這邊上來之後 從這邊一直走 從這邊直接上到四九里 然後後面那個地方的話 其實就是那個 我們現在高速溫柔的路口 也是坐轎子 也是坐轎子 然後坐到那個崗道 所以如果有去台南 台南狗雕槓 狗雕槓的那個 就有一個那個 風神廟 風神廟那邊有一個 中庭 以前的話就是那個 接關庭 接關庭 以前當官一來的話 就要 那個 中跟谷就要齊名 然後進到風神廟 那邊 我們就很威風的那個 可是我們記憶沒有 可是我們記憶還是有坐轎子 大致上的 關道 一般人都不太清楚 然後關道中間 至保留一個 一小段 我沒有看看照片 在我們的那個 廟口 愛山戶斜對面 有一條斜斜 有一個福德宮廟 就是我們的舉人 將成為他 他去弄的一個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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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果 到那個平安宮前面的旁邊 就看到這個 清朝的涼體 你們 有沒有人看過 有 對 就是走那個 在平安宮前面 前面旁邊 這就是清朝的涼體 所以我們的古道就是 從那個高速公路那邊 直接上來 然後上到這邊 修行下之後 直接越過平安宮 直接越過 不需要繞到 直接越過平安宮 然後到下面 一直下到下面 就是高門口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辦法了 所以就要繞到 490炮台 然後再繞到 以前的八祖炮台 然後再下高門口 這就是 490炮台 我們就要繞到 490炮台 然後再繞到 以前 這個地方叫做 八祖炮台 這個其實是 清化戰爭的時候 非常有名的一個炮台 因為有一個 法軍的工兵上位 叫做霞飛 他曾經 督導過這個炮台 然後這個霞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變成 法軍的 陸軍總司令 所以說 曾經當過陸軍總司令的 曾經來過 幫忙 督導過 八祖炮台的建築 可是現在 現在法軍的椅子幾乎都沒有 清軍的椅子還有一點點 而這個下去就是那個 剛剛靠 是有童話 然後外國人的探險路 其實也是走這一條 外國人像那個 18660的柯林 其實走這一條 他走這條路的時候 他就看到很多教 很多建築 他們背著 飛魚 馬 還有一些綠柔瓶 就從那個剛剛那邊 越過四九里 然後到基隆寺市區 那就是這個 道尾基 沿著這個道尾基 然後到那個 然後到那個 後來還有一個古兵 他還曾經畫 他還曾經畫過圖 各位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他畫的圖 他畫的圖 這是他畫的圖 就是道大跟當時的船 跟當時基隆河的那個 船運的那個狀況 非常寫 非常寫實的那個狀況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講那個 淡來補道 那我先休息一下 休息十分鐘 那我們就繼續 淡來補道 其實我們那個 淡來補道 其實是 是有一點複雜的一條 因為它變化很多 不過 我們現在 走的那個 往東四哥那一條 應該是 一條比較早的 當然也不是最早的 所以 其實 講這個的時候 也包含那個 全州人的那個 村落聯絡到 財源到等等 譬如說我曾經 有訪問過 一個那個 暖暖那邊的人 他說他以前 住在十分樓 他以前都是做 本金 然後 背著本金 然後 走那個十分補道 一直到 基隆世界來買 然後有時候 回去的時候很晚 然後就點路 油燈 所以說 跟產業 跟這個 陰性等等的 聯絡 都非常有關係 所以 所以我們大致上的話 這條路大概就是 慢慢 然後往東四坑 路 然後再往那個 老寮坑 那個地方 然後再往 紫分補道路口 然後 然後 再往東四坑 然後再下去 最早的 淡南古道 其實是 到八度 以後 然後到基隆 往基隆世界 然後往整個 海岸線 往整個 海岸線 過來 然後在附樓這邊 經過 隆林古道 到十成 然後這樣 一路下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到 暖暖之後 到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條 東四坑 那一條 可是那一條 使用的時間 其實很短 後來就被 從暖暖 然後一直到 到瑞光 一直到喉道 金字盃 然後一直 一直過去 那一條路取代 那一條路 後來就變成 最盛行的一條路 暖暖 就位在那個 淡南古道的水路路頭 所以它最主要就是說 有水路過來之後 大部分都會 大部分都會在暖暖那邊 吃飯或是過夜 然後第二天再往 然後第二天再往前面走 然後經過那個 喉洞上去進去 那邊古道 然後到牡丹 然後再接那個 草林古道 然後到那個 這個 這個應該比較少 這個 暖暖的港口 所謂的港口跟港口 一般的話就是港口比較大 港口就是比較小 加一個R字的話 就會是比較小 然後大致上的路線的話 大致上的路線的話 大致上就從那邊上來 這個是 這是門到下滑 然後大致上就 這樣子 然後到那個 那個 恩黃威跟我講說 那個 那個妻神 每天早上三點 都在起床 就要燒煤炭 因為那個灰電 你一定要燒兩個小時 那個發電機 才要把外輪轉 所以非常辛苦 然後旁邊 旁邊這個又是那個驗洞 很有趣的 都還保 然後走那個十分不高 上去之後有一些突破 然後就可以下去 然後第六頭 我們就要講那個張群洩洞 我們剛剛也講到那個 張州仁的移民島 全州仁的移民島 剛好都是以那個 絲秋嶺跟洪丹山這一縣為界 以南的話就是全州仁 以北的話就是張州仁 然後如果以整個沛安為界的話 大概十門以東 一直到福隆 主要是以張州仁為主 偶爾也會有全州仁的居國 比如說像仙洞 八龍族 深奧有一點點 然後 到了那個 然後其他大部分都是張州仁 然後 為什麼會這樣吹洩洞 就是主要就是說 剛來的人 大部分都是以同姓 同姓或是同鄉 同鄉聚在一起 然後他們聚在一起 因為有共同的信仰 共同的預言 所以就害怕性就很強 所以 遇到土地境界的 一些小 或是水陸的一些小陣子 基本上就產生蟹洞 所以當時的基隆化就是 蟹洞化最主要的地點 其實就是在石球裡 還有紅彈在航頂的地方 其實是最主要的 所以基隆就有一句話 昂公為貴娘 不是昂公為貴 意思是在給娘 當然還有一句話 好 以前的路線 應該就是說 從基隆四街 然後走南榮路 走石印堂 一直到南榮公園 然後再往上 然後進步航列 然後越過現在的羅傑摩爾 直接下到鎌康 可是 因為現在 石印堂那條路已經 已經變成車道 然後羅傑摩爾已經建起來了 那個路都不好走 所以我們現在就 就有發現一條 那個訪證的道路 我們可以從廟口後面 然後走非常的舒適的道路 一直上到紅彈山 然後紅彈山之後 再到航定 航定之後 然後再繞到西地谷 西地谷路道下去 然後再繞到岸盆坑 這一條是比較好走路線 各位也可以 以後也可以 試著的走走岸盆坑 這個就是 從廟口的後面 走一條比較好走路 然後直接可以上到福安宮 然後再上到 然後經過清霸戰爭 已經 清霸戰爭 這個應該很多人都去過 在那個紅彈山 然後再經過基隆金寶塔 在這邊附近 如果四月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圓圓看 可以仔細地觀察 可以找到中二木 然後中二木 七年一次大發生 七年一次 所以並不是每一年的數量都很多 可是每一年都有 可是數量固定很多 可是每七年都會有一次大發發 所以非常漂亮 所以說張全縣的話 張全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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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就講 我曾經在那邊訪談過 有採訪到 有一個阿伯就跟我講說 以前的張全縣說 怕他 張全縣 現皇無修規 也就是他們以前在張全縣落的時候 他們雙方其實都還算俊子 可是雙方都會把他們的守護神扳出來 然後一打架打得很激烈的時候 對方的那個神明都會被打掉 所以就有這句俗話 這就是航電 航電就在基隆計畫旁邊的那個地方 那個是一個靠山路 然後比較窄的一個路 1853年 慶安宮給了一個和尚 他就要及了整個基隆街 108個狀兵 想要去偷襲暖暖的群 可是這個消息被暖暖的群人知道 知道以後就在暖門 就在航電這邊surf 結果就把張州人一派兩派全部幹掉 全部幹掉之後 結果這個冤手就結得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當時張州人就很想報復 可是問題是 撞丁幾乎都被殺光了 你要怎麼報復 所以後來1854年 板橋臨家就進來了 板橋臨家 進來基隆街這邊埋土地 當然也是有一點危機故事 可是主要就是他們也是想解 幫那些失去狂兵的家庭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的林海市場 還有廟屋也是那個地方 很多土地都是 甚至大沙灣 都是那個 板橋臨家 當時還不叫板橋臨家 當時應該叫桃園臨家 桃園臨家 所以當時他們就進來了 談了很久很久 張州人很想報復 可是也沒有那個能力 所以談了很久之後 然後泉州人很奇怪 泉州人什麼都不願意講 什麼都不願意講 非常奇怪 你做貼顏的過程 好像這件事情完全沒有發生過 所以說最後在18551 就有那個 就召集了張州人跟泉州人 就談成了一個 以中原紀 以中原紀 以信誓 就是 以那個中原紀 以中紀會的方式 以血緣化解病緣的方式 你張州人有信誠的 你泉州人也有信誠 張州人有信誠 你泉州人也有信誠 然後如果用同性 同性的話 這個性裡面 一定有張州人有泉州人 所以就用血緣化解病緣的效果 然後在中原紀裡面 用當時是九性 族譜 譜譜譜 譜譜譜 這樣來打破這個 雙方的那個定義指針 這個在整個台灣也算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創舉 也是一個族群融合的一個點 這個是 張州人有覺得 有信誠嗎 那1853年那一世 張州人就全部死 108人 然後埋葬在 我們現在七龍火車站 以前是柯爾港 從那邊流過去 埋葬在柯爾港的河潭 然後後來日本人來的時候 那一邊要建海軍宿舍 然後就把那一邊的 所有的屍骨都移到13 就是現在的寶寶公民 沒有那麼密法 所以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基隆 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個傳統 譬如張全所有同性的人 利用血緣來化解地別的傳統 這個是 可是我們中原期的精神跟力 好像 拆不去不上一階的人 大部分基隆人也都還不曉得 因為你如果去看那個 每年在開開門的時候 你去看看開門 什麼西班牙、荷蘭人等等等等 那其實全部都是錯誤的 這個是非常錯誤的歷史 所以 所以這個是基隆人的隱藏的秘密 隱藏在心中的 的那個秘密 然後酒也是大跟老酒 這個是南方炮台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很重要的炮台 上面還有一個那個 這個漢國人的炮台 然後 然後第七條 就是外國人 他的官員探險到 這個就是布里基 187月底的時候 他就從那個基隆港到河平島 然後 然後再到那個 經過整個北尼路的海岸 一直到八頭子去做一個那個探索 所以他到底在八頭子走的路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也不曉得 不過我猜想他應該有走海岸那條道路 所以他才會看到很多的豆腐爺 然後他說豆腐爺就好像巨人的遲傳 他這個形容是非常的貼切 我們職人都很小 然後巨人實在就要跟豆腐爺一樣 那麼大一塊一塊的 然後走進路來也會特別特別的那一面 然後 然後後來就繞路來 就走到那個條兒街 然後走到八五關梅 走到八五關梅 然後再到深浪坑 然後再從深浪坑到基隆港 其實這條路其實現在也可以 也可以放真的來走 不過因為前段已經變成公路了 所以我的建議是 我們其實是可以從那個 從那個 區域探索館那邊 走八頭街 然後從八頭街走網遊 從網遊 往下面看看巨人的遲傳 豆腐爺 然後走一泥高地 然後再走環保衛公園 再走曹晉公園 然後再走福興公 福興公 福興公這個地名的友人 造福清朝 那邊汪梨礦 送到福州的兵工廠 讓他們去使用 所以這是造福清朝 福興公 然後再到那個巾國井的 再到海國龍財 然後再到那個封坑 然後再到處境 然後再到處境 好 我們就沿著這條路線 走走看 這是不理記的路線 18720 這個 這個 豆腐研究好像是巨人的磁磚一樣 我們可以先上到 我們可以先上到 左邊那個八頭山 然後還有百合 這個百合 很多人也都會問 台灣百合跟鐵砲百合 怎麼分 這個是台灣百合還是鐵砲百合 其實 除了台灣百合 鐵砲百合 還有另外一種雜礁種 台灣百合 夜片是比較細長的 然後它有紅色的條額 鐵砲百合是白色的 然後 它沒有紅色的條額 可是它的夜片是比較圓 然後雜礁種的百合的話 它的花 它的夜片 圓短 可是它的花 有 紅色的條額 這樣各位懂了吧 這個雜礁的歷史 非常的久遠 默默的各位 所以 你 你出來花長 所以我們就 好 我們可以從上面 看我們漂亮的基隆 很多 很多外線士的遊客 一到基隆來 就說 哇 龜山島 對 可見我們基隆太遜了 我們希望你們應該要好好宣傳一下 到底要什麼好的宣傳 可能要靠我們基隆社會 實在 這真的是很多 所以 到底我們應該要什麼放置到 正確的理解我們的基隆 好 這個是 這是 這是 以前的 巴陀斯垃圾層 因為 以前我們政府也有的政策 叫做 垃圾填海遭入 所以 我們的海大的 門口外面的 全都的垃圾層 還有這裡 最美麗的海盆 也就是垃圾層 這是 這個是 以前的垃圾 我 我三二十幾年 來到巴陀斯的時候 看到了幾個 然後這個是 後來海跟文在 在潮信這邊做社區印照的時候 做了這個公衣術 然後家家的故事都說 哇 那個魚頭一定要炒我們家 然後那最大隻的一定要炒我們家 這個就象徵 然後我們可以 魚獲人才 這個政策衣術很像 然後那附近公 趙福音照 他的 他的 提供神像裡面 有一尊是 十兆的 只有一尊 他本來還有聖子 然後這個是 海國隆才 在那個 萬安堂 然後 我們 我們的 飄河市場的後面 就是萬安堂 海國隆才 然後再上去的話 就是 清國隆 台灣第一口 萬美 目前的話 有一圓一方 兩口族景 可是封坑只剩下一口 另外一口封坑在調和奧橋 還是山潮王景 在逐落的時候 整個被蓋掉 所以目前還有一圓一方 兩個族景 還有一個封坑 這個 這個要講歷史比較複雜 所以 然後我採礦也比較複雜 可是那個 在地的 這個是封坑 在地的 封坑 油林 這是封坑 在地 封坑的那個口 這個我們都測量過了 包括竹井 竹井 因為那個 竹井大概92公尺多 可是那個已經 整個已經 整個已經 已經被 被穿透了 所以我 可以 一直到一百二十幾公尺 這個是封坑 封坑 旁邊用的那個是 全周來的金斗石 然後 以前那個 這個 雨林長在的時候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 開屏局 照 開屏局的話 就是唐山 供應 北洋艦隊的那個 唐山 煤礦 然後我們這邊的 八島關門 是供應 南洋艦隊 南洋艦隊 這個是那個 北洋艦隊的那個 防火轉 這個還 這個還在 這個是 方形警 所以八島關門 其實有很多故事 那個 有點複雜 所以 就 沒有講很多 我們就 繼續講 那個第九 第八條 清化戰爭 攻防戰 舉例 因為只能夠舉例 因為清化戰爭的步道 太多 太多 法國人走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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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 法國人走的時候 就是說 這裡的每一片山口 都有 我們 留下的 仙主 我們 要告別這個地方 然後 只留下 圍羽坟 就是他們的那個 所以 我們只能夠 舉一條路線 一條路線 大致上 就是 指他們 8月5號到 6月 8月6號的 那個 攻擊海岸炮臺 跟 登上A點 A點 A點 的那個 公防 公防站的 這條路線 大致上就是 這條路線 還有法軍的 東方防禦線 還有這條路線 好 路線的開始 我們可以從大山炮臺 大山炮臺 這個是需要被證明的 這個前任市場 實習做了一個大紀龍歷史現場 可是其實也還蠻糟糕的 他在有一個 有一個案子叫做 他要去開挖那個什麼紀龍思維 然後當時我就跟那個團隊講說 這個大山炮臺 這個是大山炮臺 這個不是紀龍思維 然後他們剛才 信實在在跟我講說 好 我去跟魔法局長 這個可以改 這個 這個到來都沒有改 一千多萬 以前就是 丟在水裡面 非常的惡劣 所以這個 第一個點就是 大山炮臺 然後旁邊就是法國防禦 就是法軍登陸的地方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可以從那個小 從旁邊的小路一直走到 走二三炮臺那條路 其實他們 他們那個登陸的路線有一條 其實還在 可能很太陡 然後又會碰到那個高速路 所以我就不建議都在走 所以還是走那個 二三炮臺 中正路口那條路 然後上去之後 到二三炮臺 旁邊還有條路可以通往 一元一方的防禦公司 那個才是真正 打過戰的 清化戰爭的遺址 可是那個 不是古蹟 真正的古蹟 是沒有打過戰的 而且是錯誤連連的 好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可以從二三炮臺 旁邊 橫看 黑點 然後到大佛彩月 一直到足蹟台 一直到那個 下面的那個 下面的那個 以前的日本神社 還有基隆寺一所 你知道嗎 好 這條路線我們就 稍微 這條路線是大家都沒有走的 而且非常的輕鬆愉快 所以非常的建議 好 我們就開始走了 這是錯誤的基隆思維 這個不是基隆思維 這個是台南的那個 彈藥庫的 被整個玻璃包圍在裡面的司機 可是 別人對待司機的方式是這樣子的 可是我們對待司機的方式 確實錯誤的 錯誤的 這個大山炮臺正面 這個是以前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大山炮臺 它有城牆 然後它有護城鵝 它還有一個小橋 四岸 然後它前面這邊還有一些 法國人的墳墓 有十字架 這個是非常寫真的一場照片 旁邊就是所謂的法國公墓 然後再過去的話 就是以前的大山海水里山 古巴海水里山 這個法國公墓裡面最早的墳墓 就是這四座 然後後來1909年 法國要求日本政府幫他們 做一個法國墓 然後日本人就把整個法國墓圍起來 然後那個就立了 就佛國這樣子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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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然後後來 好像大概十幾年前吧 有人就說 放國墓那個什麼 屍體全部都移到那個 放國去了 哪有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鄭沙里的前一場 育民發 就說 那我就挖它看 然後它就過去挖 然後就幫你多久 一個頭部就出來了 這裡大概有七百句的椅子 所以其實很多人 然後 然後 在 在 法國公的對面這個地方 在日本時代的初期 在祖陸的時候 有一個那個 合理黨 社僚黨的保證叫做 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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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 看到那個 旁邊有很多屍 然後就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就秘了一個被 叫做 清國人之母 然後後來 有一個市長 叫謝冠儀 他就把這塊地 賣給他的 熬爺 然後這塊 這個被就 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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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 然後後來 因為這是 威權時代 這個 這個 對抗法軍 是民主英雄 所以後來 現在就在 對面 弄了一個 民主英雄 這張畫 就是那個 法軍 近代史詞 第四號 它裡面有很清楚的 戰艦 每一艘戰艦 對著一個炮台 然後那個炮台 就有那艘戰艦 所以當時有三座炮台 大三炮台 二三炮台 還有仙東門炮台 還有仙東門炮台 然後那個炮台 這個是大三炮台 它的 就是最遠的 然後 二三炮台 新東門炮 每一艘都 每一個炮台 都有一艘戒軍 隊營 然後在 在那個 1884年8月5號 那一天的早上 就是 開始攻擊的時候 有一個大三炮台 有五尊 克魯塔 也很 也很 然後 發射之後 就 就正對 九百公尺的 那個 機艦 然後就 射中了三發 可是 因為是用 穿槍彈 所以就 就 發泉就 後來 馬街 是有上去看 那個 艦上就有三個洞 然後 三個洞 可是並沒有造成太大的 危險卡 只有一座炮的 炮 然後 炮機有受到一些損傷 其實 其他部分其實都沒有 都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 可是發現馬上還擊 大概半個小時之後 大三二三一線都別炮台 全部消失 全部沒有發出聲響 然後不久之後 他們就 從大三二二三一線 之間 登陸 然後登陸之後 他們就 以兩百個 陸戰隊 去佔領現在的 那個 無限電 330 現在就是被 中華電信 控制住的 大家都沒有辦法進去 我們經過很複雜的申請 也是進去過一次 這等一下會再講 然後第二天 到第二天之後 他們分兩路 一路從大山這邊 沿著陸路 往視訊探索 大概在平安島這邊 跟清軍發生對戰 然後另外一邊 小基督在這邊 就是那個黑點這邊的話 就是受到三尾攻 然後 法軍 就被逼回轉場 然後 這個就是那個 清軍的一次 重大的勝利 所以 我的那些清華 清華戰爭的路線 所以大概就只能夠講這一點 各位 我們可以繼續走下去 好 然後就到那個 海門天險 城門 然後各位有沒有發現 海門天險 城門 為什麼會沒有 有名傳的落款 像 淡水的那個 淡水的 淡水的 沒有 流淋船的 落款 可是 我們基隆 這麼重大的地方 為什麼沒有流淋船的落款 因為 流淋船在 法軍第二次登陸 基隆的時候 10月2號 就棄手基隆 所以 流淋船很不希望 在基隆 有任何 他的名字 或是他的 相關的東西 甚至有 清軍的 佛工能力 出現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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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30 好像是30幾年前 那個 呃 二崑森 一載金針砲台 說要 說要 做那個 仿製砲 然後就問我們 基隆要不要 然後我就說 好啊 那 那我可以做一支 可是那個是錯的 這個是 前膛炮 我們基隆使用的是 後膛炮 阿姆斯多朗 後膛炮 這個是 阿姆斯多朗 前膛炮 所以這套是錯的 做的還是放在 二三浩森 號稱 國地古籍的 二三浩森 然後這個 也是錯的 哈哈 也是老實號 也是錯的 我們二三浩森 有一尊 八吋 阿姆斯多朗 後膛炮 有兩尊 六吋 就是阿姆斯多朗 後膛炮 阿姆斯多朗 後膛炮 等一下頭 你會看到 放在遠遠 這個 戴阿姆斯多朗 它有地帶口 然後裡面 有藥房子 然後這個就是 從我們二三頭 旁邊的 進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 一圓一方的 親邊的 一方式 這是真正被 真正打不散 可是它沒有生存的地位 這個是 A點 A點就是現在的 中華電信 這是以前 A點清朝的套餐 這是我們進去過的 現在 所有的已經都已經不見了 而只有一個 四點方法 這就是 阿姆斯多朗八吋 後頭 我們的白牛號號台 四吋 跟我們的 二三號號台 一吋 兩吋 兩吋六吋 就是這種 這是對的 然後這個是 大佛禪月 這個是基典 後來法軍 在十月二號以後 佔領基隆 在我們這一線 就變成 躺著 東方防禦線 東方防禦線 就是從 A點 一直到 G點 一直到 下一個 竹舞台 B B B點 這一線 這一點線就叫B線 B線 就是東方防禦線 我們從對面的 我們從對面的山上看 就是從那個 最高的這個 A點 然後到 大佛禪月 就是到 從 這條線 發軍的那個 東方防禦線 還有東方防禦線 西方防禦線 跟南方防禦線 三條防禦線 我們只能夠講一條 因為實在太多了 好 然後再下一個就是 呃 現在的那個 以前的基隆 以前的基隆神社 呃 看神社 因為現在 很多神社的 那些 東西都被 都被 都被 那個 去掉了 我們現在只能看到的 只能夠看 被抱在那個 裡面的鳥駿 然後第二個是參寶 第三個是 兩 呃 墨犬 一直開口 一直定好的墨犬 所謂的墨犬 是 是那個 呃 呃 呃 日本神社的防禦線 日本神社都有兩種 一種就是 國道的神社 一種是民間性的 呃 呃 我們基隆神社 在19 1912年 剛開始建的時候 叫做金刀彼國神社 它最主要就是 大陸主兵 跟崇德天王兩國 它最主要是 呃 保護海洋 航路的神社 那這屬於民間性量 然後過幾年之後 呃 到了1915年之後 就想改名整個基隆神社 最主要 然後到後來 到1920年代以後 因為基隆父上 生命越來越多 他一直想 推動神社 然後 然後一直推動 生個什麼 國 國家的神社 國道的神社 然後一直到1936年 才生個什麼 才生個什麼 現社 然後生個什麼 現社之後 他們就要了一門 阿姆斯特蘭霸術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一門 那一門是熱戰爭的時候 日本在那個 在那個省 過了一尊炮 然後後來運到東京 然後後來又從東京到基隆 基隆神社 然後又從基隆神社 然後又從基隆神社到三明大學 又從三明大學到維維 這個 一門炮的旅行 這個 好 你們看神社 大概就看三個東西 一個是 跟包括鳥居 參道 所謂的參道 就是說 一般的 日本神社的話 就是說 你要去神社的話 你可能之前 可能去參加人家 寫過幹嘛幹嘛 心情都還很亂 透過你去走 參道的過程 收斂你的心情 然後去 去 慢慢的去 你對整個神社 神社 神社 神社的一種 強勁之心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 小基隆的那個 有基隆寅座之身的那個小基隆 以前的海 以前的海 大實上就是從 從這裡 看那邊全部都是海 從這邊 從這邊才是陸地 然後因為這邊是天海 在照目所成 所以日本人 就被整片 變成 自己的那個 所以 所以小基隆大賣 大基隆小賣 這邊就變成了 基隆貨物 批發的一個 一個根據地 那這個詩 基隆寺所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詩 那個 第九條 日本要塞炮臺 及 戰備道 這條 我們大商就用 我們搬用炮臺 因為也太多條了 所以 我們大商就用 搬用炮臺 可以建議的路線的話 我們可以從那個 路線 路線 我們可以從太白莊 走 走萬人頭炮臺 萬人頭炮臺 萬人頭炮臺 其實還有一些遺跡 萬人頭炮臺 也就是 以前基隆港口 大家都是 憑這包 都是炒錢的 他是斜斜的 炒港門的方向 從萬人頭炮臺 然後一直到白莊炮臺 然後一直到那個 雙島 我們可以從基隆燈塔 一直走到那個 提花山燈塔 然後到先動正領 然後到先動炮臺 然後到先動炮臺 然後到聖南東 下到那個 先動佛首 然後還有 中化戰爭 蓄子的經驗盃 好 我們就走路了 以前 基隆 日本 日本佔領基隆之後 大概從1899年開始就規劃 基隆藥山 基隆藥山 就是 一個缺 就 以建為中心的一整個缺 可是 後來 在那個 1804年之前 所有的海岸堡 全部都組成 然後 我剛剛也講過 就是 色療的畫臺 跟 跟白鳥的畫臺 是憑色的畫臺 然後 槓子的畫臺 跟 木山的畫臺 是曲色的畫臺 然後 憑色的曲色 憑色的曲色 這樣子 對 這張 這張畫臺 大致上就是 可以把基隆藥山的畫臺 這樣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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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然後 它裡面就是有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一進去之後有兩道 然後這個是十公分的那個 評測法 十公分的評測法 然後是這個主要的目的 是保護基隆港口 這個在社寮島應該也有 在河濱島應該也有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大 各位可以看到 十K 十K就是十公分的那個評測法 這個是那個全島要塞到的時候 所設置的那個 好 這就是白女王碰台的旁邊 這個也就是 就是 行政院 預備要在這邊 建天然氣世界的地方 本來是在萬物山那個地方 後來因為那邊山路橋比較多 所以就移到這個地方來 可是沒想到移到這邊來的 影響其實更大 它影響航路跟 跟我們的白女王碰台的旁邊 所以 如果建的話就會在 那個地方 以後就會有 很高很醜陋的 鹹目設施 這個 請各位一起 來翻天然氣世界 這是白女王碰台的 四門炮 是拼著炮 當時是巴鎮阿姆斯托拉 後床炮 然後上面是那個 觀測所 設計指揮所 這個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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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的那個 基隆登塔是 1895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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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 現在的 光華塔的那個地方 以前叫做 萬人 對 萬人 對 萬人 對 很可惜 怎麼被除掉了 然後 再往下走的話 可以到那個 基隆竹崗所的觀聖 然後還可以到 基隆竹崗殉職者經驗盃 然後還可以到 然後還可以到 仙洞 仙洞 仙洞原基本上的話就是 清朝的文人雅士的留言板 裡面有 裡面有像 像下線人啊 和良純 基隆童和良純附有的一些 那個 海外洞天啊等等 佛所洞 然後我們從 仙洞出來之後 還可以到我們旁邊的 佛所洞 佛所洞 以前成為鬼 以前成為鬼洞 是清水祖師 大戰惡鬼的一個洞 然後後來發現佛所 佛所這是 反面的秀人 這是非常特殊的 可是現在因為那個里長 把那個地面 鋪得很高 所以現在看的感覺 就比較沒有那個 佛所的感覺 這個是很特殊的 佛所洞 然後我們再往太白街的方向走 再往上的話就可以 上到中華戰 中華戰士殉職者經驗盃 這個地方就是那個 以前法軍 法軍分兩步登陸的那個地點 而在陳振雄當市長的時代 在地區裡面反映說 晚上的時候睡覺不太安逸 然後後來就去辦一次法會 然後據說那一次法會 非常的硬 然後像我們 有時候去參加上架的話 都要去採那個 榕樹的樹葉採漆片 然後放在口袋裡面 這樣會被壓定那個印記 可是據他們說的話 你要把那榕樹的字條 整條切下來 然後帶過去 才能夠壓那個印記 然後舉例不快的時候 就組了這個 中華戰士殉職者經驗盃 從此以後就比較安逸 然後它的下面就 然後 然後它的下面就是那個 慈恩 慈恩寺 然後對面那個 清國人之墓 就是飛到這個 中華戰士殉職者經驗盃的下面 的職務就是那個 將軍廟 就是 或是這麼流離轉路的 那個 下面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 這一條是那個 日本人的 靠台的明戰衛道 第四條 暖暖的血管 這個 之前講應該大家都 大家都比較熟 我們可以從那個 暖暖溪口 的水流洞 看一下它的水流洞 然後一直往那個 水渡頭那邊走 水渡頭 然後再走到那個 雙森椅庫 然後走到那個 暖暖水庫 以前那個 激隆 激隆 激隆座家這邊 流傳著 一句俗語 注意勞當 注意勞當 因為我們台灣西部的水 都是我們西流 而這邊住 暖暖西 中國激隆河的水 是往東流的 所以他們就把握這個風水 注意勞當 注意勞當 所以我們就往這邊走 然後 往前走到那個 這個房 這個風景 也蠻漂亮的 這個是水渡頭 也就是沖水 給那個 旁邊的自在水廠 使用 然後這個是台灣 第二個自在水廠 第一個自在水廠 是在淡水的 嘩嘩嘩嘩嘩嘩 這是雙森土地公廟 在還沒有建那個 還沒有建那個 還沒有建那個 軟然水庫的之後 就把裡面這個廟 移出來 然後據說 還沒有安封的時候 那個大坝在 在填阿密頭的時候 一直都填不起來 後來把他安坐之後 阿密頭才順利填不起來 然後我前走 他就是那個 痾 經過一片那個自在水廠的森林 可是 在前幾年 自在水廠 鼓勵緊的把那些 旁邊杜樹森林 全部啃掉 然後暖暖的 往行之下 他就發起一個運動 希望森林 就抗議那個 自在水廠的啃樹 然後就從行眾神 去民希望森林 然後再往前走 他就從來寫過 他旁邊有一個 自在意有的 然後旁邊有一個 基隆水道 儲水池 儲水池紀念碑 好 那個 對前面 我講的有沒有 什麼問題 先給問 如果沒有的話 就關我 我要提問題 沒有問題 我的問題第一個是 我們基隆的 定理特色是什麼 定理特色是什麼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基隆的 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基隆的 洩鬥 洩鬥 洩鬥戰爭 與和平之道 我們如何去解決 解決我們的洩鬥 我們如何解決我們的戰爭 然後 我們如何獲得和平 然後第三個 然後第三個就是 基隆自然環境變卷舉例 就是變卷的意思 然後第四個的話就是 我們這樣子了解 我們基隆步道裡面 有那麼多的人文的特色之後的話 我們基隆步道的整體的特色 總和想像 你可以想像說 我們基隆的步道 應該可以 發展什麼樣的一個 主題的一個步道 可以來創建 我們的 那麼豐富的人文歷史的步道 這個是 前面三項的一個 總和的一個地步 好 剛剛會有提示 這個是 1884年 泛國文化的地圖 後門島 後門島 後門島都還在 然後後門島 後門島之間只有一條 後門島 後門島 終於只有一條 前撿的水墨鏡 這邊 然後這邊是 長阿寮 長阿寮 後門山 然後這邊是 然後 然後當時的話 當時的基隆是以農業為主的 在更早之前 基隆是個私利 沒有人住的 全部都是農業在住 跟螃蟹跟招燒蟹跟 一些水汽的東西在住 基隆曾經是步道之城 1884年法軍 進到基隆之後 發現說 基隆沒有路 基隆所有路都是用走的路 所以我們基隆曾經是步道之城 這個 是在 灌路 對面那個山就是 放置那個 鋪爪蟹堂 的那個 樂山 我們可以參考一些 參考一些 像 近年來發展出的一些 像 倩理路道的 環台路道 還有像 淡白古道 還有像藏之西路 藏之西路最主要是沿著 台山縣的那個路 可是 有些地方其實都被破壞了 然後那個山海去 山海去國家遇到是 那個 台南社大的 他們發展出的一條路 從那個 台江內海 走呢 台江內海 走那個 安南區的那個 服務 服務 本來那個地方是 台江內海的 1823年之後的話 曾文西 水 把沙子怎麼沖下來 把台江內海怎麼填掉 所以就變成 那個 台江內海服務第一 然後1827年 就有人進不開 然後 所以 走那條路 之後 再上去就走 走那個江南大區 八鐵五一 入山口水 或是曾文西 然後再上去的話 就是走那個原住民的 走出原住民的 像特別古蹈等等 然後 然後最後到那個 那個 大海江南谷 然後最後鄧玉山 鄧玉山 鄧玉山那個 所以說 很多地方都各自化了 就他們的 一條的 或是 環台的 或是 怎麼樣的 特色 然後 然後我們基隆的步驟 可以做整體的 怎麼樣的去發展 我們不一定要選別 我們有自己獨特的特色 可是我們可以 怎麼樣的發展 這個是可以 各自的想像 而且沒有擔憂的答案 這個是我們的 漂亮的基隆 所以 我們基隆也是 非常有潛力的 一個基隆 提示 第一個的話 第一個的話 就是 三海 我們有三海河 而且都濃縮在一起 還有港口 然後 第二個 我們有 足球與正體的對抗 然後足球與正體的對抗 然後足球與正體的對抗 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是我們的 路哥家族 找不到家 所以各位到 利隆皇冠前面的話 就會發現說 有 夜路、小白路、黃頭路 在那邊 在最熱鬧的地方的前面 然後大便搭了 一地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這個可能 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我們基隆有 百分之九十五十三一 只有百分之一的 百分之五的平底 所以我們有很多 雖然有很多 被開車道路 可是還有很多 葡萄 所以這是我們很大的特色 而且還有一個港口 深入內陸的港口 跟台北港那是不一樣的 台北港那是人工港 基隆皇是全台唯一的 在清朝過年 是全台唯一可以 平駁六百噸 反轉的天亮門 第二個 然後我們有邂逅 有戰爭 然後接下來 我們有和解 我們有跨界的和解 這是放國風的 每年中年紀律的時候 我們用紅酒 放國陀司等等 去敬拜我們的禮 然後這個是 立友皇冠前面的 陸科家族 找不到家 他們原本的家在哪裡呢 原本的家 在那個 那個 對 旭川 就是那個 西地南邊的 叫做 樹圈 被燃到市區來的 沒錯 還有 後面那邊 也有一宿偉劍 本來也是他們的家 對 對 然後現在他又把他 從市區趕出去 趕到哪個都不知道 現在市區還有 對 但是已經沒有原先的 我覺得你講的 他 因為太多人 地上都是大片 對 很多行人 因為要走那個 田寮門運動 對 對 然後就硬把他趕走 我就不懂 他說他說他 他到底錯了啦 你把人家家 對 然後現在把他趕來趕去 沒錯 這個是沒有奧運 沒錯 我們基隆港 原本的私利 他才是原住 所以 我們基隆港 其實應該要找個地方 做一個生態室 做鐵樹 讓他們清醒 然後就他們做這個工程師 就不該把鐵樹給你 對 沒錯 這是從原先錯誤的樣子 對 這個就是錯誤的開始 這個我完全贊同 所以 可是 可是 既然已經沒有辦法了 對啊 我們其實應該找個地方 至少要弄個生態室 種椰樹 就好像大安生的工業一樣 把路的家屬都可以 讓他們有個家 這個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 一個思維的線索 好 還要提醒一下 因為 大家應該要必須 用手錄三年 因為我們 現在利用 步道三道的機會 其實很多 所以 我們如果不要的 用完路 到大自然會回收 然後回收之後 自然會 很多動物 很多植物就會使用 我們 沒有必要去用那麼多的路 有些部分 其實就 我們可以用 經常用的路 然後把不要用路 對壞給大植物 然後第二個 我們應該跟我們身邊的動物 和平共同 然後第三個 其實我們現在 經常看到爬山的人 經常 這裡弄出條路 那裡弄出條路 這其實是不太好的 我們應該盡量 尋 尋 既有的路種 然後把一些 因為你創造出太多的路 等於是在大自然裡面 割裂 野生動物 更出太多的空間 使他們氣力會變得平碎化 更小 這樣其實是不太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小的提醒 這個是那個 無界區域那邊 很美麗的 而且很好 然後最後 最後要 可以講 觀念 讓我們 看世界的眼光 然後素養 決定我們可以看到 看到 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 跟 與各位共演 我們可以一段的 淬煉我們的觀念 然後養著我們的素養 這樣 女生的我們會更豐富 我們的行動 會更 更 更完整 可以 同時也是 保護三年 同時也是可以 作為三國品質 最強的提醒 各位 有問題 可以提出來 好 這個 這個檔案可以 可以給各位 可以給各位 有問題嗎 不然的話 我剛剛的問題也 挺難得 老師請問 老師請問 基隆以前是 以農業為主 對 那到底是 種什麼 種在那裡 其實 其實主要是 種水道 牛皮 傳開的時候 經過那個 廟坑那邊 他看到那個水道田 綠油油的 他就說 甜美 所以 那邊就 就有名叫 玉田 玉田裡的名聲 就是從那邊 其實基隆 其實以前是 種田為主 然後那個 漁業是手工漁業 也是有漁業 可是 是這樣之後 一進來之後 才慢慢學習 捕魚 然後 以前也有很多 像在 清發山那時候 他們的紀錄裡面 就是說 基隆的漁市場 也是非常的豐富 然後裡面有一種魚 就是 鷹根龍 既便宜又好吃 然後 後來 我去 那些地方有做調查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講 那個地方有個小地名 叫做 鷹狗坪 每到傍晚的時候 那個鷹根龍就會 游到那邊來 然後 他普通就會泡沫 把自己包起來 然後 再煸過 也會這樣 這樣子 所以我們基隆的 其實 其實 張州人 其實張州人 是很擅長那種業 泉州人其實 比較擅長做生 所以 所以 台灣的港口 主要都被 主要被 全州人 然後像板橋 林家那種 長州人 他們很擅長農耕 很擅長 賺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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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隆 以前從八度 一直到 和平島 一直到外面山 其實 都是 有農業 旁邊那個平地 其實都在做平 很擅長農耕 可是他們不是 全州人嗎 八度 沒有 八度的全州人 你還是會走天 基本上的話 整個 漢人魚過來 是帶著大陸 我怕過來 他們擅長的是農耕 他們 少部分也會很業 更 可是 畢竟是很少數 因為 畢竟住在海岸的是少數人 所以他們是農耕 然後進到台灣來的時候 就慢慢熟悉 所以在大概 1850年左右 焚濟網 引進到基隆以後 對基隆的 漁業來講 是很大的一個發展 他們通過焚濟網 就可以收獲 就比較好 不然像以前的 像八度三民抓魚 魚雖然很豐富 所以我們的魚就很少 所以還是很豐富 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安定 沒有 老師你好 我剛剛 就是說 你剛剛那個 你有講到說 有一個第三點的地方 是講說 那個 有一個第三點的地方 就是大家要盡量 不要再開很新的路 舊性油的路去走 這樣子 對 除非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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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一條是非常具有價值的路 那當然就是開了很可能 可是就是 你開一條之後 你不要又 旁邊又去開其他的地方 就是盡量在那個 既有的道路行走 當然如果非常有價值的路 那當然還是可以去開車 可以去開閉的 然後在開閉的過程當中 其實 維護也是很重要 譬如說 我們現在有發現 很多很多的 清化戰爭的移植 然後我們就很擔心說 你如果那個路清得太乾淨 那有一些樹木跟灌溫的東西 它其實是把那個 遺跡的部分 保護的人 可是你如果砍掉的話 它可能有大力來 很快就會破壞 所以開路其實是 必須要小心一點 也不是不能開了 而是因為現在很多的登山者 可能會開很多人 可能就是用它的個人 自由的移植 開了很多人 這樣其實是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傷害三年 那如果說有一種狀況是 它的那個路本來就是在的 可是因為它可能是土路 但是因為就是太久都沒有人去走 然後沒有人去走 然後後來就是又有人覺得說 欸那個 我現在有需要要再走了 然後它還是就是再去 就那條路 再去重新就是把那個 生長出來的草給除掉 這樣子算是好的嗎 其實這樣子是也可以 可是就是說你 如果這條路是既有路的話 那其實開出來的話 然後我們就用比較自然的方式 把它維護得比較好 而不是用人工的方式 把它變成那個 像有些步道 當地方政府有閒之後 有些步道就變成整條座水泥 那其實非常糟糕 所以像現在手座步道就是 非常好的一種 好的一種方式 也是比較不會去傷害自然的一種方式 所以這個還是要去 就能去考量它的必要 有必要的話 當然還是可以 我那天有聽到 玻璃保護協會的理事長 球 他叫球長 力球的球 他講的句話 我覺得很好 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他說 但是開發就是要用好的方法 比較正確的方法 做在正確的點上面 那我覺得台灣人就是 有時候就是太 太粗糙了 不夠細心 那我們今天會來上步道的課 就是我們要考慮到它 有人文有自然 我們要用更細膩的生活 然後我們要用 可是說不能不開放 而是說我們要用更正確的方法 然後做在更正確的點 就像我們最近在關懷那個 四街延安造路 那天新聞報很大 我也在現場 其實最大的真意就是說 你已經是從第一版到第二版到第三版 他已經提到3.0的東藝版 可是他完全沒有做範疇界定的調查 他沒有做範疇界定的調查 他沒有做範疇界定的調查 那你已經移到這邊 而且這一次我們要的影響這麼大 對於整個我們的自然生態的環境 影響這麼大 然後他永遠有去過白油的畫台 白油的畫台 看出去剛好就13.0版 以後你看不到美麗的海洋 你就看到大水無壞 看到豬油草 然後未來你可能發生戰爭的話 也會很危險 因為它就是一個豬油草 一炸 我們的金融港也毀了 連電 然後甚至是我們的市區 也會有人會傷亡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市長那天其實要求的是 你要做這個範圍的 界定範圍的調查 能做好 做仔細 然後再來你要把資料送到我們市政府 來審查 那大家一起來商量 怎麼做會比較好 或者是 我們是不是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因為對於金融港的生態影響太大 市民的地域影響太大 可是對方不接受 他覺得我就想要過 不管 所以那天就很大的爭議 甚至是華民委員 還有環保署跟集席 他們就偷偷把華民委員帶到樓上去 帶到一個完全不知道在哪裡的地方 因為他們到樓樓 我們就上去 所有人都上去 因為他們必須要有卡才能上去 那個地方是完全不知道在哪裡 就把市長 市長的團隊還有 立委或幾個立委 然後媒體全部可以丟在那個 401室 大家不知道他們去哪裡 那這個就是其實是最大的爭議點 然後新聞也報很大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用更細膩的心 更細膩的方法 來面對台灣所有的 不管是小公子 或者是大公子 我覺得台灣我們做的事情 可以親近在在 親近在在 我就有一個台灣國外是很好的爭議 那步道學 我們學得更細膩一點 所以老師講的我想就是 你把案子看 一定要自己去走 因為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也不算少 然後至少 如果講案子看 自己去走一走 會不會比較有感覺 謝謝 好 各位阿 各位阿姆有什麼問題 各位提出來 或是這一張才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幫你怎麼搭 你們來走 可以嗎 看你們怎麼搭 看你們喜歡怎麼來搭 我去搭 我去搭 這個沒有問題 你們時間要 我的時間還可以怎麼搭 你不要冷靜喔 這個天氣 我們課程是到8月 好像小時間 可能會是困難的 一定要實際走 因為這樣講 你是覺得是一個困難的 其實同學們如果 對這些路線有好奇的話 可以先用Google Map 拉一下 就是這幾個點 然後看一下那個路是怎麼租過的 然後也許老師上課 有時候會講說他是走泥土路啊 還是走現在哪一條路 我們就實際在那一部後面 講給看一段一段這樣子 然後去體會一下 以前人到底是怎麼走 教授 以前我曾經 帶街移不到走過兩條路 第一條話是從那個繫子 繫子然後走到老街 然後繞過那個 那個什麼被 被什麼 被什麼敲 然後繞過那個 尤瑞 馬尼 然後到石塑坑 然後 然後到那個 長爹院這邊 然後再對過十九里 然後再進到那個 金蘭達 本來預定的 我預定的時間大概十六個多小時 可是後來走大概 將近十個小時 很漂亮啊 有瑞跟那個馬尼 都很漂亮 很漂亮啊 很漂亮啊 結果走到馬尼中途的時候 所有人都要求我說 你可不可以帶我去大補坑 都跟在那裡 因為十年間那 那個高子 就跟他的線在 然後 然後 然後第二條路線是從那個十分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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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過十分五到 然後到五個 然後看一下 然後可能 在畫面之後 再走到馬尼中 然後大概 走到馬尼中 大概 大概 大概五分之四的人 大概就已經走到 最二三年 五分之一的人 就跟我 從馬尼中 然後走西西谷古道 然後走那個 航幣 然後我們帶了三 好 謝謝 所以 你如果 願意走的話 也會選擇跳一跳 都很差 你開在表決 也是有 老師這麼熱的天氣 有哪一條 比較快 可以冷 可以冷一點 可以冷一點 不用多熱 不用多熱 因為最近 真的很熱 真的不太適合 比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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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工作的地方 有三個 第一個話就是 基隆的第五個系 基隆有三個 喊 有三個 喊 有三個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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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有瀉鬥 的 聖爭 也很可憐 然後 他的名字 是 跨界 對 很有趣的 很有趣 因為我們的中英記 是 抱歐心 非常強 很認真 聚會 原法作為 能請 所以這也是 一個 所以這也是 一個 我們這個 一個 重要的 然後第三個 就是 那個 自然環境 變遷 的 局面 像我們基隆世界 以前就是一個 屍地 就是一個鳥柱的 螃蟹柱的 魚柱的地方 然後 我們佔領牠之後 是不是也應該要 留一塊 留一塊 身 跟以前比較相近的地方 所以這個 我們其實也可以來個參與 所以這個 我們其實也可以來個參與 我們基隆需要一個生態詞 或是 種一些事物有一個 一些不失戀的感覺 你把人家的環境也太快 對 我們把人家的環境也太快 我們把人家的環境都破壞了 結果還是要 把那些 把那些 把那些入庫價值都 都全部趕出去 這個 這個好像不太一樣 現在 現在住在那個 蜜蓉皇冠前面 那幾棵樹的 入庫駕蟲 你們就可以看 葉鹿跟小白鹿 就是會往那個西立門的方向 飛 飛到西立門的方向 飛到西立門的方向 然後黃頭鹿 因為它隻蟲了 它會往各個地方回 就不太一樣 葉鹿跟小白鹿 就一定要 一定要往游水的地方 然後他們的歷史策略 又不太一樣 小白鹿 就需要在比較 在比較 牽著水 因為他的腳比較長 他可以利用那個 假動作 讓魚有發現魚的時候 就瘋身這樣 然後葉鹿的話 他也站在石頭上 或是 他很專心地這樣看喔 看到有魚肉 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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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可以跟他們的身體結構 跟他們演化過程的身體結構 跟他們的歷史策略 都不在乎 這個是非常有趣 老師 這四歐移 挑選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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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選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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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的也可以 畫的也可以 我可以先畫這個 老師 我想講一下 像大文旁邊那個河 大文西 對 大文西 我今天在那裡拍到 就是紅色的魚狗 紅色的 很少的魚狗 對 但是問題是 因為陰影台風 兩邊的草全不除掉 因為你會阻斷水流 然後我就發現 他的窩裡不見 死亡道 那是鳥裡不見 你這兩種之間的這個 怎麼取捨 你看他接近他做了 把這些草都除掉 真的抬過來 但還是照淹水啊 對 對不對 你看那個大文 你看到那四天 既成車都可以被挑走 你看那個水流多辣 那顯然 他的主潮 這個動作其實是不需要的 對 其實是不需要的 其實我們在 我在二十幾年間 做那個 建華中游的一些資料調查的時候 其實就有遇到這個問題 當時如何負責在做野心整治 然後當時那個台大的教授 張實良就跟我講說 什麼叫野心整治 就是把兩岸的河岸 限制起來 然後出土地 河岸旁邊土地 就可以使用 這就叫做野心整治 這個其實 非常沒有辦法概念 所以 其實當時的生態功法 其實還沒有 可是現在即便有生態功法 其實有一些土地行政費在訪問 所以你做的生態功法 其實 還是沒有辦法去 去那個 像錢那樣子 環環的 很自然的那個 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很困難 台灣正面的過程當中 發展過程當中 就是 所以這兩者之間的選擇 你說它如果真的不去除 然後你這個台風來了 淹水 它就 除草的根本就會被罵 你為什麼不做你在做的事情 你為什麼不做你在做的事情 公務人 對 公務人最怕過這個 所以它非得在台風來前 把它除掉 這樣 他除了 他工作做 淹水掃捏 鳥也沒有 可是公務人 很自然化解 對 我不會被罵 是台風太厲害了 這個就是個問題 這個就是台灣人的觀念 這個其實就是這個觀念 如果普遍的人 大部分人都有這種觀念 我們就不會去太過 苛求能否 這樣的話 或許兩者之間 或許就比較容易達到 每一種在土地上 濕做的問題 所以觀念的整個提升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否則的話 我覺得衝突太遠 很難去平衡 對 所以 不過台灣至少現在 慢慢這種意識性 是慢慢起來 至少 稍微好的年輕一輩子 應該變 早下比較好 好 好 那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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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